中医药治疗帕金森病具有一定的优势 目前来说中医药治疗帕金森病主要有这样几种手段 一是中药,另外是针灸,然后是退拿,还有康复 那么总的来说中医药治疗帕金森病 它的基本的原则就是辨证论治 根据这种患者的体质,临床的特点 还有就是我们结合一些理化的检查 和它伴随的一些基础疾病来进行辨证论治 也就是辨体质,辨病或辨症相结合来进行论治 中药在这一块更是要在这个辨证论治原则下来进行运用 我们要结合它的病因是虚,还是瘀,还是疯 来进行辨证论治 那么针灸这一块呢 它通过针灸的治疗可以熟通筋诺 针灸呢,包括推拿,康复都可以帮助患者 改善它的运动功能 减轻它的这种震颤,肌强质这些症状 就会变成熟了 一块呢,肌强质的出发 这种震颜的风筋诺 我们就会变成熟了 它是中间的冬的风筋诺